港姐比赛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美好回忆 在这期间也选出了很多惊艳的女明星 堪称顶级女星诞生的摇篮 但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里 并不是每一个明星都可以一直红下去 就算是曾经风光无限的港姐也不例外 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那些落魄港姐的现状 一 梁小斌 梁小斌在中学期间就开始拍广告 1990年他参加了无限电视举办的香港小姐竞选 并拿下了季军 比赛结束后 梁小斌签约无限电视台正式出道 出演了《血洗金刀》 《圆月弯刀》 《孤星剑》等影视剧 由于梁小斌参演的影视剧以古装居多 而他的古装扮相娇俏迷人 所以有古装皇后之称 观众对梁小斌印象最深刻的角色 应该是《鹿顶记》中的阿科 当时作为女二的梁小斌颜值正处在巅峰 一出场就惊艳了众人 2000年 梁小斌和相爱八年的演员陈嘉辉结婚 婚后两人过得幸福甜蜜 之后梁小斌下一子便淡出演艺圈 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最近几年50多岁的梁小斌又复出了 他没有街拍影视剧 而是街商演活动和当网红直播带货 年过50岁的他满满塑料感的脸 身着亮片修身脸体裙在舞台上卖力歌唱 直播的时候观看的人数也不多 看着颇为心酸 二谭小桓 22岁时谭小桓参加了香港小姐比赛 最后凭借不俗的实力力压同气的热门选手 夺得当年的香港小姐冠军 之后谭小桓签约TVB踏入娱乐圈 他一出道就搭档正一剑在 《蛊惑仔之猛龙过江》中展露头角 之后各大影视公司和知名导演 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 谭小桓陆续出演了《蛊惑仔三只之手遮天》 《僵尸福星》《魏斯理》等作品 除了出演影视作品谭小桓还进军歌坛 只可惜谭小桓对名利和事业没有太多野心 在他当红时 他和自己的舞蹈老师黄国荣相恋 之后谭小桓放弃事业离开娱乐圈 但这段感情仅仅持续了三年就已分手结束 和黄国荣分手后 谭小桓又遇到了自己的现任丈夫蔡强荣 蔡两人相恋后 在2007年步入了婚礼殿堂 谭小桓也再次退出了娱乐圈 安心照顾家庭 后来她的老公被查出得了癌症 为了给老公治病她再度付出 却因早就过气而无戏可拍 无奈之下 谭小桓只能在菜市场摆摊 做起了卖鱼蛋的生意 昔日星光璀璨的明星突然成为了鱼蛋妹 很多人都对她的经历表示唏嘘 三 李启鸿 1994年李启鸿参加香港小姐竞选 获继君和最受传媒欢迎奖 随即与香港无线电视签约正式出道 出道的第一部剧就搭档黎明出演了《阿瑟早晨》 第二部就在《神雕侠侣》中塑造了经典角色郭湘 接着李启鸿凭借《金之玉叶2》 冲锋对《怒火街头》分别提名了《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女配奖》 当时的李启鸿可谓是风光无限 被影评人誉为演技太新兴 之后李启鸿又出演了《绝代双胶珠》 《小辣椒》《张晶》 这个角色让李启鸿再度大放一彩 2002年李启鸿因家族遗传及工作压力 患上抑郁症 经过9个月治疗后才慢慢康复 虽然身体慢慢恢复 但李启鸿却大大减少了娱乐圈的工作量 选择和加拿大男友结婚 把时间放在了家庭 之后她重返娱乐圈 但时过境迁娱乐圈显然已经没有了她的位置 她只能出演一些小配角 现在的李启鸿和家人过着平淡快乐的生活 还考取了护士执照成为了一名护士 虽然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皱纹 但是她永远是观众心中那个最美的郭香 4.杨婉姨 杨婉姨自小在美国长大 1995年参加香港小姐获得冠军 她还在国际华裔小姐比赛中获得友谊小姐的称号 和大多数港姐一样 凭借出色的样貌和身材杨婉姨顺势进入TVB拍戏 出演了《风神榜》 《韩夫成龙》 《反黑先锋》等影视剧 2003年杨婉姨和前面马师之子王帅勋结婚 婚后杨婉姨逐渐淡出荧幕 婚后育有一对儿女 看起来完全就是傅太太的幸福模样 结果2018年杨婉姨夫妇突然被指控诈骗直接告上法庭 因诈骗和官司两人的总债务飙到300多万 为了偿还欠款杨婉姨被迫抵押了港姐皇冠和房子 因为这件事杨婉姨的口碑一落千丈 2019年底她带着一双儿女到美国定居生活 杨婉姨在美国定居后 先是在网上兼职 之后在某教育机构教英语来维持生计 如今50多岁的杨婉姨留着一头短发 看起来状态不错 希望她能够越过越好 5.李珊珊 1996年 年仅19岁的李珊珊报名参加了香港小姐比赛 凭借美丽的外貌和实力 一举拿下港姐冠军 最上镜小姐等四项大奖 成为名副其实的四料港姐 之后李珊珊签约TVB进入演艺圈 一出道就和林宝怡 陈惠珊等人出演了电视剧见证实录 事业丰收的同时 李珊珊的感情也有了归宿 李珊珊在拍摄烈火雄心时认识了钱佳乐 在慢慢的接触中 两人感情升温成为恋人 2007年 李珊珊与钱佳乐分手告终 之后钱佳乐与汤云云交往 而李珊珊也渐渐消失在娱乐圈 但出影视圈的李珊珊 也很少在公开露面 她患上了一种叫惊恐症的病 为了控制病情 李珊珊不得不常年吃药 这也导致她的身体发福得相当严重 直接和之前的形象判若两人 好在她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 病情好转 不仅出席慈善会讲述自己的抗病历程 还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心情 6.杨思琦 2001年杨思琦参选香港小姐竞选获得冠军 2002年 她又代表香港出赛国际华裔小姐竞选 顺利晋级五强 之后杨思琦签约无限正式开始演艺生涯 先后出演了 无名天使三弟女人多自在三随时候命 突围行动等多部热门影视剧 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 杨思琦成为TVB一线发展 夺得TVB事后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她事业上升期 却因为感情而自断心目 2002年 杨思琦因拍摄《血剑轩缘》 认识了李永豪 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们会结婚时 2011年杨思琦 偷向传媒单方面宣布分手 结束两人九年的情侣关系 更狗血的是杨思琦还怀孕了 但孩子却不是李永豪的 不管传言如何 因为未婚怀孕和一似出轨的事情 杨思琦的名声一落千丈 甚至传出被TVB封杀的消息 好在之后 杨思琦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慢慢好转 在2020年 她还宣布自己遇到了对的人 已经和圈内男友注册结婚了 并且有了二胎 7.钟佩芝 钟佩芝和杨思琦是同一届的港姐 但和冠军杨思琦备受重用不同 作为亚军的钟佩芝 没有受到太多的力捧 在TVB默默耕耘了多年后 她决意离朝发展 2009年 她转航到航空公司当地勤 底薪近7000港币 后来她由于对美容装扮方面很感兴趣 便转航到美容业 在美容中心担任员工形象指导顾问 平时工作不忙的时候 她还去家里的烧辣店帮忙 做烧辣当店员卖烧辣 不过曾是香港小姐的她 却与烧辣店显得格格不入 外界更是称钟佩芝落魄港姐 虽然钟佩芝已淡出娱乐圈多年 但她经常在社交平台和大家分享近况 魔鬼般的身材和白滑的肌肤相当吸睛 8.陆诗运 提及陆诗运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 她参加2005年香港小姐比赛 并且获得亚军 之后便签约TVB正式踏入娱乐圈 陆诗运出道后并未获得TVB高层的青睐 仅仅是出演了一些配角 而且陆诗运的心思也不在演戏上 她自出道以来就绯闻不断 交往过的对象全部为有钱人 港媒形容她为专调金归港姐 但是她的恋情也并非一帆风顺 多次遇人不输 陆诗运的生活事业变得一塌糊涂 经济也陷入了困境 从月租十万的酒店市豪华公寓 搬回平民区居住 最落魄的时候身上只有五块钱 后来陆诗运淡出娱乐圈 开始自己创业 不仅还清了债务 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商界女强人 2017年她还开始拍戏 出演了《功心计二》 《申功计》 《法政先锋四》等剧 生活和事业变得越来越好了 9.郭县妮 郭县妮在1999年的时候 参加的港节选拔 之后立押胡姓 成功出道 当然 郭县妮在早期的时候 是资源不错的 出演过《牛郎之女》 《寻情记》等好剧 但她个人的生活 就过得一塌糊涂了 在事业红火的时候 就和温兆伦恋爱 但这段爱情没有维持多久 她又投入到陶大宇的怀抱中 而这个时候的陶大宇 已经有家事 郭县妮的每段感情 都为她带来许多的争议 也导致TVB高层 对她十分不满意 郭县妮为持续红火 她只好转身到内陆发展 在这里她遇到了 现在的老公朱少杰 为了生计 她大多时候 都是在接商演和各种广告 如今 她跟家人过得非常幸福 十 马赛 马赛在2008年的时候 以港姐季军出道 她在签约TVB的时候 正好赶上TVB发展转变阶段 2011年的时候 她就拍摄出五部好剧 其中还有台庆剧 在第二年 TVB力捧她为女主角 但没想到 前途大好的她 却陷入丑闻中 因此断自己星途 2013年的时候 马赛和一个女富豪去旅游 被媒体曝光出来 至于二人到底是什么感情 至今也没人弄明白 刚开始的马赛还不承认 随后就有媒体曝光出 她和富豪亲吻的照片 TVB一气之下 直接断掉了她的星途 马赛无奈下 只好当内地发展 可惜的是 她虽然靠着精致的容貌 拍摄不少的电视剧 但没人能够记得住她的名字 曾经万丈光芒的港姐 竟然沦落至此 可以说是各有各的心酸 让人唏嘘不已 但无论如何 她们夺冠时的灿烂笑容 还是给观众留下了一抹难忘的美丽印记 衷心希望她们未来过得越来越好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